果然呢,小法来了,小法昨天给俄军,法国马克虫给俄军画两个底线,一个是奥德萨,一个是基辅,基辅暂时不可能,奥德萨呢,这玩意没出说下 果然刚他妈画完第一天就被打脸了,就被打脸了,俄军对奥德萨乌军最大情报基地直接来个毁灭性打击,已经被摧毁了 给马克虫整的他妈的极其难受,着急了,嘎巴一下的给两个前总统全叫来了 两个前总统,一个奥朗德,还有一个萨克奇,萨克奇那老家伙都叫来了,直接开谈了 现在美国也爆出来了,小法,法国要拉着美国下场 现在,现在就种种种种种都都感觉到,这个德法在唱双簧 德法两家一个名一个暗,他俩要玩老美,要唱双簧,逼着老美下场 所以说这小马一天就被打脸了,现在俄罗斯打他脸,老美把他的战略给整出来了 就跟七哥说的是一样的,七哥说了,七哥说了,小法他是有目的性的 他在原屋里边连他妈前五都排不进去 所以,卧槽,咋变成那么四 手机这么烫 不卡是吧,现在不卡了吗,手机这么热呢 小法不傻,一点都不傻,兄弟们 马克虫,马克虫玩,玩的一群共纵 一群共纵,哎,感谢,感谢,勇哥 算了,一群共纵,他是怎么想签老美往上整 老美你要不下,我们说小法看出了老美组织不了北约内部的欧洲小国 有些小国胆小,还怕 老美组织不了这些小国,小法就给老美上演药 小法知道了,这个,他知道这个事 所以说他随后给老美上演药 这个演药就是啥呢,逼着老美 你他妈下不下场,不下场 你把我自个人作去了,我玩去了 我要当欧洲这个老大了 要不然你就他妈别上 所以说的,美国把他给爆出来了 俄军打了奥德萨 完了,老美把他给爆出来了 给老美的智库 老美家的智库就是美国政客的御用顾问团 明白不 所以说智库发表的说 马克龙想把美国拉下场 跟俄军正面战争 说法国没安好心眼子 他他妈的想他妈玩 说法国他妈原屋里边连他妈前十都没进去 他一天就跟这吹牛逼 完了 说去年给乌克兰他妈欧盟正常生产一百万发的炮弹 小法就摁着到现在都他妈没给完 所以说这小法给这里边净他妈装毒子 净装毒子 给小法掰的干干净净 给他妈马克龙整的不好了 下不来台了 直接给奥朗德跟他妈呢 萨克奇前任两个总统 法国总统全他妈整来了 开会来了 仨人给一块开 接来到底咋玩 所以说呢 一个法一个德 这俩或是啥 一个名字整 小德按着整 这俩家伙坏着呢 我跟你说 我们说老美要乌军酷败 乌军溃败 老美要是掌控不了北约的局势 法德必造反 这俩家伙是反骨仔 你就记住契恶这句话 所以说呢 他抓住这个点了 而且他给俄军下的那个底线通牒 你别认为法军不派兵 这真有可能往里派 但派不了多少 目的啥 我要强装 我他妈是欧洲老大 他派兵不一定是打仗 装马犊子 但你老美他妈不下茬 这个事他妈与你没关 所以说这老美现在又 战略妥协一个点 完了老美今天爆出啥呢 一边在加沙援助 今天他妈又爆出一件事 美国给 暗地里给以色列送了 一百四十架 大型运输机 一百四十架 装给满满灯灯的武器弹药 给以色列送的 这是今天爆出的 以色列 以色列为啥要爆这个事 就是给拜登政府上要的 拜登这两天装毒的 国情咨文 完了又放出来 说给那塔尼亚胡打电话了 说你给我消停的 完了录音给爆出来了 不知道你们看着没有那个信息 所以说以色列媒体 不装了 直接给他妈拜登 爆出你他妈装啥毒的 你给我拉他妈一百四十架 大型运输机的武器 完了你舔个大逼脸 还要往加沙 空投物资 你这他妈的 披着羊皮的狼吗你 以色列那意思 我他妈打加沙的武器 全拜登给我的 最后他他妈 就是加沙的儿童伤亡 所有的全拜登给我的美国干的 我全他妈美国干的 完了他舔个大逼脸上 加沙装拉投几 投点物资给这帮百姓 所以说呢 这以色列直接上演 要给老登给掏开了 就那意思 不他妈演示了 不他妈偷摸整了 我他妈一百 你一百四十架 大型运输机 全他妈你运的 所以说 现在那塔尼亚胡 跟拜登极尽 撕破连了 而且那塔尼亚胡 向所有美西方 已经下最后通牒 就是如果黎巴嫩 珍珠党 不能与以色列 政治解决问题的话 政治外交解决问题的话 三月十五号 以色列直接死给你看 三月十五号 直接死给他看 兄弟们 啥意思 要大规模地面部队 与珍珠党干了 这不照他妈七哥 那话来了吗 兄弟们 通知所有美西方了 你们他妈要解决不了 珍珠党天天揍我 天天打我 给我打这个B2 你们他妈的 要是不管 要是政治 各方面你解决不了 我他妈直接干他 我直接死给你看 你们 给给他们下个最后通牒 以前以色列给谁下通牒 给珍珠党下通牒 二十四小时 四十八小时 七十二小时 下来下去 挨一顿揍 这回他妈反过来了 去你买这个腿的 我他妈给你下啥通牒 我给美西方下通牒 我给老美下通牒 这回我看你咋玩 你买这个哨子 内塔尼亚湖看着 北约集团要与俄军干 你知道内塔尼亚湖 听着这个消息 睡觉都睡不着啊 都得做噩梦啊 你妈的 北约上来跟俄军干去 中东就剩老光耿司令 以色列 抵抗之狐不得他妈 直接扑上去给他灭了吗 所以说这霍基亚 完了你妈的 老美你又援助我140架武器 他妈袈裟全你杀的 完了 现在他妈的 你他妈又给他装好人 你他妈给给袈裟投投物资 所以说这给老美 抱了个溜溜干净 现在内塔尼亚湖 基本上跟他妈 民民主党跟老灯 基本上摊牌了 唠别的没有用 所以说现在对 所以说这 以色列这边 没有啥后路了 基本上还是去个 感谢内塔尼亚湖 内塔尔亚湖来了 胡哥胡哥来了 正说你呢 所以说 内塔尼亚湖那是啥呢 我没说吗 内塔尼亚湖想拉他们 美西方下场很简单 让他们美西方睡不着觉 也很简单 让他们害怕也很简单 就一件事 地面部队 地面部队 干他妈 黎巴嫩 战主党 感谢戴主党 刷着串云剑 地面部队干战主党 大家都知道他干不过 所以说他干战主党 他就就得完 小五部队都试探过了 七哥跟你们说过 所以说 从这方面来看 太有戏了 太有戏了 接下来 中东这个局势演变 应该会加 应该 就是中东地区型的这种 战争形态 应该会加速 所以从乙军现在 因为啥 今天我告诉你啊 今天 我昨天不说 伊拉克珍珠旅 对以色列机场咳了吗 今天伊拉克珍珠旅 又对着以色列一顿咳 又一顿导弹 又一顿搂 现在 打击乙军的 伊拉克珍珠旅 正式加入 而且 感谢我一二节 而且 他是常态化的 一旦加入 就停不下来 完了 接下来 我没说吗 对准的 就是戈兰高地 就是戈兰高地 所以说 小乙现在 拿不下加沙 拿不下哈马斯 那边背着 对 珍珠党 一顿揍他 这边 伊拉克又他妈下场 你说现在咋玩 而且 叙利亚境内 打击美军基地 一直没停止 俄军在叙利亚战机起飞 对反政府武装 美国支持反政府武装 一顿狂轰烂炸 现在完了 美英 美英这俩货 又在红海 被他妈胡塞贴脸输出 你说上哪说理 是吧 现在 完了 法德这俩货 一个明 一个暗 竟他妈 给他 玩老美 现在主体 美英 这他妈 哪个下来车 你说现在这个 主体的这个原因 你现在没法玩了 兄弟们呢 所以说 所以说呢 那塔尼亚湖一看 他们在东欧 这块整的挺大事 所以说那塔尼亚湖 必须得 把老美拽住了 腿给他拽折了 也得给他腿 插到中东 你老邓想跑 没门 老邓 想装好人 再加杀 不好使 我直接给你抱出来 所以说 从现在来看 昂萨与犹太 富国主义 马上就撕破脸 而且是公开式的 你看七个说 对不对 不管咋整 现在 主体的一个调子 就是啥 老邓 想趁着大选前 干掉所有的舆论 能宣传的 包括TikTok 这两天 一会咱再讲这个事 所以说 从现在来看 老邓今天又忽悠乌克兰 忽悠司机 给司机个活 干啥去了 建埃尔多安 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了 建了 建完了 我看那个视频现场呢 烙半天 埃尔多安说半天 司机没听明白 说翻译你再翻译一下 翻译完你再翻译一下 怎么整个老尴尬了 最后呢 阿尔多安啥话没说 泽南斯基自转 我自己脸贴心 整啥呢 我们与土耳其的军工 接下来要达成一系列的合作 随后美国土耳其报消息 重新谈判 土耳其定F22跟F35战机的事 所以说呢 就是啥呢 老美拿这个F22跟F35出售给土耳其的这件事 让土耳其做个中间人 把则司机整在那下 给德法上个眼药 明白不得 所以说现在就是玩的挺嗨 现在整个欧盟里边生产力这块 法国还凑合 晓得完了 其实生产力最猛的是土耳其 所以说呢 现在他们往这方面靠冷 土耳其是两头吃 一边把瑞典放进去 一边跟忽悠泽南斯基 土耳其要的是老美这些东西 完了一边又 他要对伊拉克境内的反政府美国支持的 那库尔德武装 又他妈一顿壳 所以说呢 土耳其是两头吃 但是这块不用太担心 土耳其主体的就是想 想在老美那占便宜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完了大帝给这边这几天打的也挺狠 完了呢 他们西方策划的恐怖袭击也不少 对俄罗斯境内 对乌东 但这些小来小趣事咱不讲 咱就讲主体一个战略方针 就是现在 我跟你说 美 俄 欧 以色列 四家的博弈 四家的博弈 他们四家 他们四家 不管怎么玩 怎么极限拉扯 目的只有一个 下场 就是牵制老美下场 而且 欧洲这边 给老美上演要 是要借机 实现 半自主 法德 借机 想剔除老美 完了 以色列这边 如果老美在 乌克兰那块加劲的话 以色列直接就死给他看 现在 所以说两边抢他 两边抢他 所以说 老灯昨天刚发表完国情咨文之后 今天被啪啪打脸 一系列打脸 所以说呢 从战略层面看 七个杠领啊 根本不用咱家怎么使劲 现在的战略形态 根本不用咱家怎么使劲 他们不管怎么玩 下一步都是自己 就得牵制自己 只要乌军这块败了 美西方通过援助乌军这条道 走不通 他们就得有下一步动作 这个咱就不用想了 这是百分之百的 所以说 不管咋看 不管怎么看 不管怎么看 亚美尼亚那个是高加索的事 一会儿七个给你们讲 完了 包括阿三 还有三哥这个事 三哥派兵 一万 增兵这块 彭博社一顿炒作 美西方舆论一顿炒作 咱家呢 其实也没当个事 但这个事呢 就是印度可下在边境 有点作为 美西方舆论就会抓住 这个点使劲炒作 好像给大家扇药似的 印度本来这边兵就不少 派多少人 一千人五百人 或者是两千人 一万人 咱也咱也具体咱也不知道 反正他们炒作 咱家呢也就看 看得非常明白 这块 操的你 他妈肾病又来了 我我我我直接收着 我直接收着 我直接收 我直接给他 给他拉黑了 嗯 我直接雷他 所以说现在 这一块 阿三 虽然在印度洋挺憋屈 七哥说了 看阿三的反应 但阿三他明白 现在博弈到哪个点了 在这一块 他不会往枪口上撞 短期内 所以说呢 这块七哥告诉你们 美西方舆论利用这个事 吵咋吵都没用 短期看 短期看是一点用没有呢 阿三也在抓着这个节奏走 他也在抓着节奏 因为现在他很没排面 或者是 他引爆一下 跟巴基斯塔的一个小小冲突也好 各方面 他也想上下热搜 最近 近期 因为以色列打的不好 他他妈没站好队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说呢 金钻里边唯一一个他 让以色列的 他现在 哎呦我操 我也空调过了 不行 太那么弱 等着我浑身刺 哎呦我操 热死我 热死我 嗯 我哪 所以说 所以说这方面 你要明白一点啊 就是你要明白一点 三哥现在他也是 他也是在看形势 他也是在看形势 要不然 三哥在边境 他挑不起来 他挑不起来 短期内你看 他永远挑不起来 所以说美西方炒作 这一轮三哥不用惯了他 三哥现在感觉到压力 就是啥呢 整个金钻里边 一致主持正义在中东 只有他没占明白 第二 他那个整个印度洋 马上被锁死了 所以说这点他很难受 不排除呢 他是配合老美也好 跟老美掏刀也好 在边境整点小摩擦 但是问题不大 短期看问题不大 因为现在主要的战略局面 还是中东跟跟这块 所以说呢 土耳其 二多安跟泽连斯基会面 存是老美给他一个台阶上下 土耳其明着搞这个事 就是要掏老美的F22跟F35 所以说呢 不管怎么说 德法 不管德法跟美俄 他们中间怎么玩 现在主体的一个点 就是拉美国下场 所以说呢 俄罗斯也看出来了 他们的小心思 他们北约内部 没达成一致 但俄罗斯往前推 七哥告诉你 现在咱不多说 我就告诉你 这块拿下之后 俄罗斯一定拿 奥德萨 奥德萨首先 是乌克兰的港口 港口 这块也是通黑海的 二一个 这块很多俄族 基本上都是亲俄罗斯的 这块拿下 才能把黑海彻底给他圈住 这头 而且 这个事 美西方 不管怎么说 怎么威胁 都没有用 之前呢 封锁黑海 就因为 奥德萨 俄罗斯把 之前黑海 没封锁之前 美英的 舰船呢 或者是以 货轮的方式 往出运粮 是给他们乌克兰 运了大量武器 最后把这块封锁了 封锁了 把港口也就炸没了 今天 昨天 两天 又把 乌军最大情报组织 在这块全给炸了 所以说 从这几方面 看 俄军在为 进攻 奥德萨 做准备 而且 俄罗斯 今天又爆出了 生产 坦克的 整个视频画面 感谢水母 俄罗斯 七哥就告诉你们嘛 俄罗斯把 我跟你先念一下 俄罗斯把 2023年的数据 爆出来了 俄军武装力量 接收固定翼飞机 直升机 237架 2023年啊 接收四艘潜艇 57艘水面舰艇 完了 新造的和翻新的坦克 1530辆 步兵战车装甲车 2518辆 单兵武器 61.7万套 防空装备 86套 各种雷达 67套 各类对空导弹 7200枚 各类弹药 超过2000万件 俄罗斯 过去一年 军工复合体 增长 加一块 平均达到了15倍 而且他现在是妥妥的 世界生产力第一 在这方面 他们为什么要报这个 以及报生产坦克的画面 我告诉你们吧 俄罗斯战争机器已经开动了 停不下来了 军工全拉满了 俄罗斯接下来经济想增长就一条路 靠战争 他战时工业已经拉满了 接下来就是征兵多少人的事了 你不用想了 而且他今年的军费 军年的军费又暴涨 占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 全投入军工里了 感谢唐纳德 对 全投入这里了 俄罗斯根本杀不住车了 他杀不住车 他一旦停经济都得崩 我就告诉你 现在美西方企业都撤出去了 他全告进攻体系 拉就业各方面 他经济咋增长呢 就是因为这个 对 他已经拉满了 而且今年的生产力 还比较 刚才我念的那个 2023年的数据 还得涨好几倍 所以说 你现在你不用想了 他是越打越来劲 他根本停不下来 他停他就废了 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 不管以什么形式打 他得继续往前科 你没法停 而且前线的部队 现在就有六七十万 所以说呢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他现在 军功拉满之后 再说了 大雄他妈永远打仗都是啥的 刚开始被 被他妈反攻 被策划 这各方面的 所以说 我说现在这头巨熊 苏醒了 苏醒之后 他得干扶你为止 他从来都这样 他不干扶你 他是不会停 记住七哥的一句话 他这个服务 因为他地缘战略 地缘危机 一点没改变 你别看 现在打着 战略上 占优势了 但是他地缘危机 没改变 都他妈加北约了 现在芬兰瑞典 对 所以说呢 他军功 搂起来了 他停不下来 他就 现在美西方 就是接下来 美西方 你啥都不用研究 你就研究一点 要不是跟他妥协 要不然 想发设法 在全球搜刮武器 搜刮生产力 完了 到前边 怎么能把俄军顶住 你用多少炮灰 能把他顶住 没别的路可走 所以说呢 大帝有先见之明 就在这儿呢 大帝直到乌军 大反攻之后 大帝直接把军费 拉到财政的三分之一 完了 又征兵十七万 又把所有军工企业 全部拉满 就是等今天 还是我那句话 大帝的目标 远不止于此 并不是说 费得拿下基辅 他就换政权 这一个事 那也得打很长时间 而且前边顶着的 肯定是被冤 对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换政权 就代表整个乌克兰的资产 美西方的资产 全被大雄收到囊中 谁也别要 你们要是不服 那我军工企业 全拉满 咱就干 咱就凭消耗 看他们 你们也拉满 来咱就可以完了 所以说 现在 大帝是有点 拿了 他靠着这个军工 靠着美西方 现在军工体系不行 现在拉这么满 确实有点欺负人了 而且他通过第三方 通过白俄 通过哈萨克斯坦 通过伊朗 通过朝鲜 这四个国家 转向的武器 可以说源源不断 伊朗在黑海那会儿 源源不断给他输送 哈萨克斯坦 跟苏联老的铁路路路 大火车皮 源源集中箱 不断 这边呢 朝鲜通过远东 也是源源不断 完了 再加他自个的生产力 一下拉满 华操 他用能源换武器 完了自己军工 再拉满 原材料啥自己都有 现在 所以说还是七哥那句话 不是美西方 敢不敢下场 敢不敢下场 你不下场 大雄能推死你们 你们下场是被迫的 而不是你们多么牛逼 想下场 是你们被迫的 不得不跟 不上去顶住俄军 就像乌克兰 乌军似的 你们只是说被动的 上这当炮灰 拖一天 是一天 必须得派自己人 所以说美国提出的 要在西方内部 整各种雇佣军 这像南大线都没有用 就北约换装 就不管换装 是以什么形态 如果不敢以北约 名义下场 那大雄更得往死里整他吗 大雄都给他摆出 现在大地上都给他摆出来了 就是你们北约下场 你就说就完了 老装鸡毛 比一个当鸡毛 缩头乌龟啊 擦 我他妈都给你名字摆出来了 路燕也给你们报了 擦 德国也给你们说出 所以说你们还玩啥 立刻扯啥呀 就现在有那些点 就啥 我就告诉你们一点 俄军停不下来 必须反推 而且一直推 推到他们服为止 这个服的代价可老大了 我告诉你 不服 那就正面干 现在没别路 俄军是战 俄罗斯现在战时经济 财政30%都给军费了 你想想 他是战时经济 能停吗 一停经济垮了 一停经济垮了 他只能干 越干 他妈经济越猛 现在给这摆着呢 对 所以说 你北约 北约这几天 你妈的 你们内斗 俄罗斯全看着了 大地他妈笑话他妈 现在走 他妈今天法国跟德国干起来 明天德国又就把 透露说英国也派兵了 后天他妈英国说美国派兵了 美国又他妈说法国找事了 你这个西方四大国美英法德 你这几个狗懒的 你一天干啥呢 他窝里斗鸡毛啊 人家告诉你了 赶紧就不下场德了 落别没用 所以说呢 画底线不管画不画 没有用 现在就啥呢 马克重 画的敖德萨那个底线 七哥告你 啪啪打脸 啪啪打脸 敖德萨必干 哈尔科夫 完了从哈尔科夫下 最后击负 这玩意是连着趟的 哎 顺势就看美西方最后怎么顶 你以什么形式来顶 对 所以说你说 所以说 他们 恐慌 急躁 害怕 心虚 才说出那个 俄罗斯 你不能再往前推了 美西方 其实给大地台阶下 大地为啥不下 芬兰 跟瑞典 进北约了 怎么下 怎么下 你妈的 我打 我就要给东欧 把你的势力清出去 他们给大地的台阶 这件事就收 你别动 那帮家的画能信 七哥说过 大地如果建好就收 美英这俩 这俩坏种 用不了多长时间 组织 整个一批人 组织偷袭俄军 完了 你俄罗斯建好就收 他没事就袭击你 都恐怖袭击 俄罗斯想让 这一切都停止 就一点 反推 一直推 一直推 推到他们满意为止 感谢 没事哥 刷的跑车 对 对 他是必须这么走的 你不用想 所以说 不 对 所以说 他不是 大地现在不是胖 他今天频繁 爆出那个军工生产 这些东西 七哥就告你了 以战时经济状态 军费来看 不用想了 俄军是必然打的 而且俄军是两线作战 俄军在叙利亚基地 狂轰滥炸美国支持的反政府武装 七哥告诉你们为啥 很多人看不清 俄军为什么 此时还要在叙利亚 狂狂渴呢 七哥告诉你 俄罗斯在位 叙利亚民兵与什叶派抵抗之胡 做最后的清算 把美国支持的反政府 做一个清算 俄军清算完了 俄军往叙利亚那一坐 啥事不干 坐等着叙利亚民兵抵抗之胡 收复戈兰高地 现在叙利亚境内 他妈法政府武装天天搞事 没精力整 把叙利亚境内的这些杂碎 让俄军去碾碎他妈 碾完了叙利亚部队 对准戈兰高地开壳 现在加入对乙军作战的 有伊拉克珍珠旅 已经开干了 跟珍珠党 黎巴珍珍珠党一样 天天干 现在天天干 而且上了就来大家伙 狂狂炸 炸以色列 他加入完了 最后那个就是叙利亚 叙利亚这块就狂狂 对着戈兰高地就咳 这是俄罗斯在中东的一个战略 一个战略布局 而且俄罗斯把巴勒斯坦的所有力量组合到一起 已经牵成一根绳了 现在的小乙就已经慢慢慢慢被包围被捏碎被碾碎 这个过程 所以说以色列气急败坏 向美西方正式通报 他要在3月15号之前 如果在美西方再跟黎巴嫩珍珠党答不成协议 他就死给你看 他地面部队就跟这路党干了 之前这意思 而且 内塔尼亚胡又把老拜登偷着摸着 向以色列提供 140架大型运输机的军火弹药的事 给彻底爆出来了 以色列媒体 架着老灯必须下场 没别的事了 要不然以色列要嘎了 兄弟们把赞楼到一百万 切片一枚人多五千 加把劲 我操啥玩意 干六百单了 感谢都是人哥 感谢感谢啊 这个公式山楂啊 嘎嘎到够位啊 小孩解馋 大孩 大人解腻的啊 咱小时候吃那个 自己主动掏兜啊 零添加 啥都零添加 只有蓝莓山楂还有糖 店铺三个五点零分 随便咳就完了 嘎嘎爆火的啊 大孩 大孩 露一百万 兄弟们 所以说 大人 赵人念都念不明白 大孩 以前就整校 所以说 你说七哥说 咱家就负责啥 写剧本 把战略铺开 咱们不用干很多事 你们没看出来吗 他们自然而然 自个就 自个就开始 内部互相撕了 你现在 这咱家 咱家就给家一做 啥事没有 他们就开始撕了 以色列就帮着咱们 拉老美下场了 咱们捏着小乙 小乙自己找他美爹 拉美爹下场 俄军那边给乌军干溃败了 完了 咱们抬着 法德这俩货 他俩自个就找老美事了 就拉老美下场了 你俩不下 法德就上眼药了 要不我战略自主 要不老美你下着干 是不是 我有点热气 我换个 换个那儿 应该这么热 我换继续 这咋的呢今天 今天这么热呢 这么热呢 晃T恤 七个在酒店里 杭州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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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呢 你看 你看这些玩意儿啊 你看这些玩意儿 不用咱们怎么去 告诉他们怎么做 还是七个那句话 大国的战略非常清晰 只是不大战略 不大局 哎 没有伊沙和解之后 武装他们就完了 武装他们自然而然反老美 乌军溃败 你不用说 法德这俩货费的 给老美上也要 所以说现在啥呢 法德跟以色列架着老美 让老美在两边 都得 你多多少少 你得来这儿 老美你一想 跑路没门 你一想跑 那你妈呢 我就死给你看 要你跑老美 对老美霸权来说也完了 你跑也没有用 所以说老美 老想转移话题 转移话题 就在咱那边整事 在咱家这边整事 在现在来看 对 所以说呢 如果说给咱家整鸡眼了 像我昨天说的 如果咱家拿小彬彬祭齐 老美更晚 老美吧 每一战略 他这个时候挑衅咱家的 用战术挑衅这块 不但给老美解不了 扣 还得让老美越陷越深 在那两个战略 而且咱家就真拿小彬彬 练手了 狂狂挤炮 给小彬彬那几艘 小破船 给他周沉了 老美你能咋的呀 关键是你不得看着吗 你能干点啥事啊 只要咱家不想扩大这个规模战争 我就上去匡匡一顿给他雷 雷沉他 就完事了 对呀 谁刷矿情组咋的了 啥玩意咋的了 这直伙播 带节奏的三竹哥没看着吗 我这踢出去 故意给这带节奏的踢出去 那我直播不喝水啊 我来酒店了 人家就准备着这个水呢 我不喝水啊 我知道 但是 昨天不刚说完吗 昨天不刚说完吗 来吧 我七哥喊不着灯牌吧 这两天 我发现弹幕里边太多没灯牌了 咱也不知道跟哪来的 七哥 咱也不咱也啥也不说 咱不带节奏啊 啥节奏没有 七哥喊一波 看着上边这个七哥头像 右边的小红旗 加上七哥的粉丝团 粉丝灯牌 好吧兄弟们 要不然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我的粉丝还是谁的粉丝 你加上这个七哥你没打字七哥就能看见了 好吧兄弟们 加一波来 你在七哥这礼物 七哥这产品也买了很多了 甚至都刷过礼物 但是你没灯牌的老铁你忘了的 你可以加一波这个小红旗这块啊 你可以加一波好吧 咱加一波 完了要不然嘛 好多没有灯牌的上是带节奏 容易把咱们粉丝带了啊 行 你们这么说行 七哥不愿意来 我一会我喝水我偷着喝啊 我偷着喝 行吗 我不让你们看 你们牛逼 偷着喝 那咋两个 那这个行不行啊 那喝这个吧 这什么欧洲的 这什么是哪儿 瑞士的 这是瑞典的 这都他们酒店提供的啊 我也没看呢 喝这行不行啊 欧洲鬼子的 法国 这是法国一云呢 法国的 刚刚他们讲了小法 中啊 马克虫咱没少埋着 喝一瓶吧 喝一瓶吧 老天天埋着马克虫 喝这个也得了 行吗 这个行吗 咱天天埋着人家 喝点 喝点吧 支持一下的 行 天天埋着人家 兄弟们啊 搂一拨来 搂一拨 咱们这个什么 灯牌 灯牌 我看加多少 刚才加了1469人 感谢老铁们啊 七哥就喊一嗓子 1000多人加灯牌 真他妈给力 真他妈给力啊 这他妈就是凝聚力 以后我每天都喊 我为啥要喊 七哥 为啥要喊 因为带灯牌的发言 七哥是 不一样的啊 不一样的 明白吧 带着带着灯牌 咱就好了啊 对 好吧 杭州第一名 啥是第一名 对 嗯 所以说呢 你从这方面看啊 看着了 看着了 你们都加上了 感谢感谢老铁 啥也不闹 就是感谢 啊 感谢啊 完了 咱们继续战略输出 好不好兄弟们 你就不要跟他那事 好不好 最近有些人 他带着老道 整节奏 咱那么影响七哥讲 影响七哥讲 你就别给他画面 谁说 谁就给他 剥出去得了 好吧 影响七哥战略输出 是不是兄弟们 啊 你说 咱那个讲 讲这种事 你天天带着这个啊 本来有些人 现在就是 硬往上贴标签 啊 硬往上贴标签 要不 咋地的 来感谢老铁 黄和皮太香 又拍六瓶 好的好的感谢 人生第一次挂灯牌 感谢感谢啥也不闹了 感谢七哥这磨叽半天 三万五千人一个没走 感谢你们 所以说 还是七哥那句话 战略上咱讲 在全球的战略态势 真不用使太多劲 西方这帮玩家 有个传统的一个绝活 有个传统的绝活 而且谁都比不了 就叫窝里洞 他们赢的时候 都乐屁眼吧 赢的时候老美 吃点肉 他们分点汤 大家都乐 如果说他们在某项上不行了 或者是失败了 这帮货 坐地起降 窝里斗 我为啥说他们叫乌合之众 就在这来的 乌合之众就在这来 因为啥 你现在老美作为美西方的最大流氓 你在中东东欧两线战略态势全部是失败的 现在你不用讲 你失败了 你不他妈牵头 你在这儿快做梭头乌龟 你也不愿你这帮狗子也好 你这帮小盟友 窝里斗 你不愿 你老美西方 他那帮窝里都是常态 从大航海之后就是玩这个 所以说呢 老美 现在就是 不管怎么考虑 老美想把锅甩给欧洲 骗了他妈 乌克兰 老美想让欧洲当大渊重 美英这俩货 我告诉你小算盘是啥 明明乌军战败是他俩败了 但他俩在中东那会儿拔不出来 以色列面临的危机远远比乌克兰严重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因为现在抵抗知乎太多了 乌克兰这后边有这么多欧洲大渊重 所以说这 法国牵头 一会儿找波兰单独开个会 一会儿找德国开个会 一会儿找这个开会 那个开会 老美肯定不舒服 老美想让欧洲上前面干 但是呢 欧洲就想拉老美下场 你他妈这个事是你挑起来的 你必须得主持 七哥以前说过 德法其实没那么多事 德法就想要个结果 不管是俄军营还是美军营 您俩给我整个结果 美军营我继续跟你喝汤 你吃着我喝汤 俄军营我直接脱离老美 我寻求战略自主 他俩要个结果 他俩是最烦这种磨磨叽叽 一直打的 这样对欧洲 对俄德俄欧的关系 没时候能恢复 而且中东 红海又牵制 对欧洲的经济通胀 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巨大 所以说 马克龙的玩法 你应该值得理解 没办法 他们这种玩法 也是属于啥呢 七哥告你 也是最后的倔强 就是在这些大流氓 硬碰硬的过程当中 小法小德 只能见缝插针 来那么一下了 但是 实话实说 能做的不多 但是因为傻 还是我那句话 还是七哥那句话 欧洲各小国 在美国跟法国之间选择 他们毫不犹豫的选择美国 别别认为美国离他们远 因为小国是乌合之众 没有战略自主 对大国博弈理解的没那么深刻 美国虽然离得远 但美国体格的大 对他们来说 小法没能力对抗俄军 这是大家的共识 所以说小法吧 联合小德 他俩一起来 你加粉丝团了吗 加了加了加了 对 所以说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但是俄军一看他们窝里斗 那我就继续干我的 俄军怎么打 因为啥打 刚才七哥已经给你们阐述了 全阐述完了 俄军是战时经济 根本杀不住车 杀了经济就崩盘 对 所以说现在主体的观念 就一点 就一点 老美你到底是在哪边下的 所以说现在 老美劝不住那坦尼亚湖 现在来看还是劝不住 因为劝也没有用 那坦尼亚湖停 面临的是两国访案 他即使停 抵抗之后也得揍他 老美最天真的一点在哪 老美认为乙军撤出加沙 不打了 直接私下里谈判 或者给点补偿 就能在中东西式宁人 这是老美最天真力 他跟那个大傻叉子似的 老美还没看明白吗 两强跟大三角 就想在中东给他绞杀了 老美没看明白吗 他怎么可能西式宁人 乙军只有表现的 我一直很强硬 他才能挨更少的揍 你要听好我接下来一句话 他越表现的很强硬 反而挨的揍 还并没有那么多 如果乙军停了 在不接受两国方案的情况下 他挨的揍比现在多多了 而且乙军再想整装力量 再打的话 他信心各方面全没 他就只能 乙军就只能 一直拉抱为止 只能 直到前边 刀山火海 也得往上上 因为他停了 是万丈深渊 他一旦停 所有神话 什么都没了 而且他接下来挨的揍 比这要狠得多 你别忘了 两国方案 1967年的那个 那是 各兰高地 所有的全得吐出来 小乙坑是别度的 一点点啃 你妈几十年 就啃现在的 屁大点地方 一共加一起 才两万五千里平靠 感谢感谢刷的 跑车 但小乙前没少话 明白不呢 你让他往处吐这个 直接等于 国家不要了得 因为你 你能吐出这些 你还能吐出更多 所以说他现在 他就是 退一步 万丈深渊 往前一步 刀山火海 他肯定是往前 停下来 两国方案 咋的 你是以色列 你也没招 所以说他 以色列现在表现的 特别 纳粹 因为他没着 他被绑着呢 所以说 伊拉克 珍珠旅加入 对以色列打击之后 对以色列打击之后 接下来 叙利亚再加入 对格兰高地的打击 所有的 完了 在黎巴南珍珠党 在哈马斯 这四个 形成一股绳 这个力量 在这块 绞杀以色列 我操 天王老子都救不了 我就告诉你 而且他们四个 背后是谁 中东的基本盘 他们所有抵抗直呼的大哥 伊朗 伊朗在后边坐镇 一生不知 天天就干 干他们 老美一点照明 都知道秦贼先秦王 但老美敢秦吗 现在关键是 秦王 容易把自己秦印 这也是老美美英 给红海这块 表演的原因 美英对胡塞 刚开始打击 内塔尼亚胡 对他俩挺满意 说这俩老小子 终于下来了 打着打着 内塔尼亚胡一看 这俩 昂萨父子 你妈那个蛋呢 你在这唱双簧呢 你他妈 到狠点打着呀 你他妈 打完了 胡塞狂狂 再往死里 揍你们一顿 打完了 一会儿胡塞 把你们邮轮扣了 一会儿邮轮干成了 你这是 打你哪个哨子的你呀 红海危机 他妈还不如之前呢 之前的我偷摸 没准能过去呢 现在你妈的 发是跟以色列挂钩的 所有船只 一个都过不去 你俩他妈是玩啥呢 给这俩扇炮 唱双簧 给人家表演 哎 犹太复国主义 你们爱普斯坦的名单 别爆了啊 你看我下场了 下场了 还不如不下场 完了被胡塞贴脸输出 完了现在呢 要面子没面子 完了给那块压热度 被打了也不吱声 也不报道 但是那塔尼亚胡知道啊 你这俩货明明给这嘎 他妈跟我降嘴 玩我呢 你俩是 你俩是给这嘎玩我呢 所以说那塔尼亚胡 那我就来下一招了 很简单 很简单 必须跟黎巴嫩珍珠党干了 你俩也不帮我 那你就完了 你说现在是不是这个账吗 这就是昂萨跟犹太内部斗争有多激烈吗 就是现在美国的政客白宫两党所有见面全是这个话题 拜登报 拜登那个偷摩讲话说给那个内塔尼亚胡打打电话那个事说我要说服他咋咋地的那个事不给爆出 而反而爆出来了 就天天他们见面就这种事没别的 那塔尼亚胡是一点面子不给他 那塔尼亚胡是站共和党那边的 我告诉你 一点面子不给他 所以说 现在的老美现在就咋呢 老美被捏成这样 就是老美极限拉扯 就想把战线外移 或者把其他战争调起来 但是老美就整不起来 老美是欲罢不能 掉坑里往处爬 就爬不出来 刚要爬出来 一脚又给照顾相信了 现在就这玩 对刚要爬出来 爬出来给你整点事 所以说现在你说你咋玩吧 你说这两头全战略失败 在两年内呀 这是美国历史上很少见的 两年内 自己还没公开下场呢 俩儿子全被锁猴 快他妈捏没气了 而且捏成这样 老美自个儿愣是 跟他装怂 所以说七哥说 老美你凭啥当世界最大流氓 你连跟波斯都不敢干 你连以色列都不敢 就现在呀 乌军被揍成那熊样 你现在害给这个 当缩头乌龟 你凭什么 拿什么话语权 来控制整个世界呢 所以说呢 俄罗斯用伊朗 俄罗斯伊朗 他俩用武力方面 咱家用文的 这就是咱王外长发言 把美国所有的 布林肯的什么菜桌上 菜单上所有东西 全给他反驳一遍 现在就啥 各地战争 全是因为中美博弈 外溢的 俩人 在文的方面 咔咔咳咳 咱家以前 惯着他 现在一某 一点脾气不惯着他 直接点他名 因为啥 战略态势在咱这一边 本身 现在世界战争 就是中美博弈 矛盾的外溢 为什么外溢 中美 美国在近海 不敢跟咱们干 就因为这个不敢干 就得上外边壳下 给老美调入战的心情 我你妈的 我就 我就用外交政治方面 我就掐死你 你说上菜单 不好使 你说 你想上餐桌 不好使 你凭啥有话语权的 对呀 所以说 昨天我说 咱卢大使说呢 咱家现在 是一头大象了 猫树 猫树后边挡不住 小树挡不住了 所以说 必须 要掰老美 老美不管 跟大家 怎么气急败坏 要制裁咱们 电动车 制裁华为 这回又制裁咱 那个T恤套 又要玩这 T恤套 直接跟他翻脸了 1.71用户 在美国 直接跟他翻脸了 T恤套 就是已经做出什么决定了 T恤套 告诉你们 做出彻底 撤出美国的决定 除非美国政府妥协 老灯是咋的 你知道老灯 他们玩个什么 他们要把 T恤套 在字节 跳动里边 给单摘出来 啥 他要给 硬抢过去 硬抢过去 他不是要封你 他要抢到他手里 T恤套 我直接发表了 跟美国政府硬钢 你们 涉及几百万家企业 主播 各个方面 全在那 让这帮人去找老美 跟你们干 你老美想抢 不好使 抢 你要通过了 现在已经通过法案了 你抢 我撤出 不服咱就整 我就不要你美国市场 但是呢 你们 要是撑不住 我也不可能卖给你 他卖给咱家不让 咱家能让吗 他卖不了 他只有撤出现 就这一条路 要不然就自个经营 在美国 美国政府妥协 他没有别的路 美国为啥要整T恤套啊 拜登的 T恤套告你两点 这是共和党跟民主党 达成的共识 你们不知道吧 以色列军队那帮大傻叉的 你们真不知道 天天给家傻 摆拍 老恶心了 完了自个上传视频 整个犹太人 控制不住 这个舆论节奏 T恤套告 把美国的底层 啥都给爆出来 把你妈家傻的真实情况 让这帮傻子 全给爆出来 完了还有一点 那帮大蠢驴 自个儿注册账号 天天拍小视频 进家傻那超市 这咖T那咖抢的 全整着种族灭绝那套 而且踢个套 一顿给刘 你妈流量推脑高了 你妈这不扯度 这不是犹太媒体啊 犹太跟昂萨都控制不了 这个媒体 所以 一败坏 想压压不住 完了所有美 美国欧洲的民众 你妈全指着 以色列士兵骂 全骂他们 我没说前两天 给英国海滩 三个英国年轻人 对着三个犹太 一顿大电炮子 都是看踢个套看的 逮着犹太就揍他们 现在就已经这样了 这帮大傻叉 天天我上发 完了还有一点 踢了个套 他咋的呢 董王适合玩 董王第一个出来反对 封杀踢个套 为啥呀 董王是网红啊 他玩这玩意义 比老灯玩的牛啊 老灯哪会玩啊 董王上来那 发一条 你妈 那这粉丝长疯了吗 所以说 他们怕董王给这上边拉选票 所以说这帮家伙 要他妈的 要封杀 要硬抢 抢完了 他们自己拿着这个 踢个套控制舆论 老美太恶心了 这就是自由市场 自由经济 硬抢你明白不 他们对踢个套下手兵 对华为跟那个新农员还狠 对说说 踢个套曝光了老多美国 低层的生活状态 完了又给咱家的大城市 拍的都老好了 以前美西方民众 根本看不着 他们看的都是BBC的滤镜 他们通过这个短视频 了解咱家太多了 咱那边的博主也多 所以说 你是老登 你也不干 他们编造谎言 对咱家编造了这么多年 你突然之间来个 短视频既不是昂萨控制 又不是犹太控制的 这他妈啥也说了一下 所以说呢 就只能硬钢 咱家不可能让他们 给老美这不用想了 所以说 那就做好了 退出老美市场的准备 现在没别的路 那就硬钢 最后看谁能挺住 看谁能挺住 建议管流量的提提狗 我不知道啊 三竹哥呀 怎么你们那个大飞酒 这两天 感谢 这谁赵老三 感谢赵老三 感谢随母 三竹哥 亮哥 那塔尼亚胡一二姐 都在这呢 听着 你们是听入迷了 弹幕上有狗子 往出踢 一顿大飞脚 往出周 该周周啊 对 所以说 所以说这会好玩不呢 你说这会好玩不呢 老美在每个方面 基本上对着咱家 就四个字 气急败坏 他整不过你 他就是封杀你 他没有别录 他整不过你 他就封杀你 现在 他自个儿 这就是小院高墙 闭关锁国 无可奈何 束手无策呀 我那天说老美 谁吹嘴炮 现在你说他能干啥 他天天对着咱家的企业 他没招 把赞搂200万 不用搂那么多 现在130多 搂150万多 对 所以说现在 你说现在 老美以国家安全 那个条例 制裁这个 制裁那 实际上 七哥跟你们说 咱也别讲 人家老美 见不见小院高墙 什么自由市场 经济部的 因为这个事 我压根没相信过 我说这话呢 只是告诉粉丝 老美不可能做的 还有一点 我七哥永远说一句话 站在老美立场 人家 不可能跟你 所谓的公平竞争 人家 吸的是全球的血 怎么能看着你 超过他呢 老美这么做 才对 相信老美所谓自由市场的 那帮人 是狗 没有智商的狗 小脑萎缩 他们是 对 所以说呢 从这方面看 七哥告诉你们一个事 实际上 就现在来看 老美通过这么多 对咱家企业的打压 中美的博弈 从低烈度的贸易战 技术战 已经上升到 中烈度的 互相 企业之争 封杀 反封杀 最后到 代理人战争 盛世 甚至 直接冲突的 高烈度 由贸易战的 低烈度 到现在 互相封杀的 中烈度 最后到 热战的 高烈度 这个过程 其实中美 早已经开战了 早已经开战了 七哥告诉你 这是 无形的战争 各个层面 明白不 没有那些刀割索 大国之间 这种博弈 它就是战争形态 高烈度的 无非是 要付出生命代价的 能最后决定胜负的 但是 在决定真正胜负之前 先在别的方式 来尝试 尽可能让对方 脱协 现在老美 气急败坏 拒咱家企业之外 见小腰高墙 正中咱家下怀 以色列当了全世界人面 屠杀 加杀百姓 犹太多少年的 所有洗脑 已经一边脸出去了 老美 唱了多年的 自由贸易 自由经济 老美 当了全世界面 对咱家所有企业 这么气急败坏 老美的信誉度 大幅在下降 让他在全世界 自己拆自己台 自己构建的 全球化体系 所谓的自由贸易 让他自己拆自己台 这就是咱们想要的 因为这方面 他只能靠他们自己 最后露出 把他们的真相 只能他们自己 去给他整出来 因为他没招吗 对啊 所以说呢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明白 迟早被没收 老美叫呢 这都是投降派 吓唬你 咱家外汇 三万亿 这资本 那资本在谈 我跟你们说数据 美欧日韩 在华企业 12万家 成体系的规模 达到几十万亿 好多人老说 他封杀 他封杀咱家华为 咱家为啥不封杀苹果 他封杀咱家比亚迪 咱家为啥不封杀 他特斯拉 很多人不懂 因为没到实惠 咱家趁着俄乌战争 又接收了一批欧洲的制造业 到现在各领域又开放了 又开放老多领域了 现在就让他们往里进 一边下脚子 军事力量下脚子 一边在外部孤立老美 完了去美元 热战让俄罗斯伊朗去消耗他 完了一边让美西美国的狗腿的 大量上咱家投资 要把他们全拴上 老美永远拉着他们狗腿的 跟咱家打不了新冷战 一打新冷战资产 所有在华资产 全部扣脱 哪个也必想跑 吓死他吗 只择老美 因为现在还没到关键 没到战争形态 现在整他咋呀 所有的产业链全在咱这呢 十二万家 明白不 把他拴住了 欧洲可以跟咱们耍嘴炮 关键时刻 小麻筋一捏直接老上 不管德法怎么配合老美 或者他们所谓的价值观敢跟咱家沉脖子喊 敢在小蔡菜这儿上点眼药 但有一点 老美只要拉着他俩说跟咱家搞脱钩的事 这俩货立马站出来说 脱钩的事不可能 多极化是未来 我们不可能跟中国脱钩 苏尔茨跟马克龙都说过 他妈一万次了 从俄乌战争开始来 他俩为啥天天揪着这个说 说这玩意干啥呀 因为老美背后逼他 逼完了我就当全世界面说 因为啥 他们已经失去了俄罗斯的廉价能源 已经买了美国的高价能源 如果跟中国再脱离 他的制造业 欧洲的中高端制造业只有一条路去了 哪啊 美国 那美国不得整死他们的 老美翻脸不认人 他们还不知道吗 所以说 他们在赌 永远都是 企业放到咱家一半 再放老美那一半 哎 就这么玩 他们给一棵树上指定吊死 欧洲已经是跟俄罗斯脱钩了 失去俄罗斯廉价能源 得靠人倒卖高价买 二一个 失去了 非洲的廉价殖民体系的资源产品 现在鸿海又他妈被打击 又封锁 中东那块原油又不好整 他在跟老美在逼着他跟咱家投入 那欧洲不完了吗 那么久 明白吗 所以说呢 欧洲 他老美不管在欧洲内部有多大换权 欧洲也会在这个方面 利益方面肯定是垂死挣扎的 肯定是垂死挣扎 你不用想 对呀 所以说呢 在中美俄的博弈下 欧洲确实挺难 但也活该也 但也活该也没招 也气失吧 你也不能说完全怨他 体格太小了 没办法跟美国斗 二一个 欧洲本来欧盟这玩意是经济协作 欧洲吧 政治跟军事这方面从来就 军事美国说了算 政治形态 他们达不成共识 因为有美国的狗内部 所以欧洲说白了 就是一个经济协作的一个组织 完了还有好多国家 没加入欧元体系 对 所以说呢 东欧被老美渗透的太深了 这美英 英国搭桥 对 美国撑腰 美国给他们保证所谓的 我保证你军事安全 我保证你这个保证那 完了英国来干那个前线的事 在欧洲 英国一直想搞制衡 对啊 所以说七哥上 他们 自主权 现在肯定 而且据说冯德莱恩 又连任了 你妈的 欧洲确实挺难找 现在欧洲就一个马克虫 哎呀 别了关系就马克虫了 七哥不好意思 欧洲唯一一个脊梁 带高龙 已经做的不错了 咱得承认 那别人那都跟孙子似的 直接就跪下 还有一个欧尔班 欧尔班那是欧盟里边的会 欧尔班跑老美去了 你知道欧尔班多能弃拜登吗 上美国了 上华盛顿了 干啥去呢 上那个来一句啥 川普 我看好你哦 我觉得你能当选 他他妈好像大帝派过去的见底 上来直接 董王 董王你能当选 他他妈好像大帝派过去见底 你这玩意一天 你真气人的 把他和老灯都得气死 老灯就瞅他一点都不顺眼 现在 祝你战死 真不会落壳他 他就这么反着来 对 他好像大帝 替大帝说话去了 所以说你着笑不得 一百五十万赞了 兄弟们真准的 说让一百五就一百五 多一个二都不再整的 对 所以说 七哥 故意气 对呀 所以说呢 七哥说啥呢 你他们俩 不管谁连任吧 七哥还是那个战略形态 但是呢 董王连任吧 俄乌的战争这块 也缓解不了啥 因为战略态势 形势已经在这了 董王也不是自己说了算的 这块 还是得往前顶 要不然俄军的目标太大 但董王上来呢 大帝能多多少少 能缓解点压力 但咱家这块 我说过 董王上来 中东容易开干 亚太呢 直接好像就得先桌 董王上来 七哥说过 老美忘了 最后如果没有退路 要崩盘 老美只有两条路 能挽救老美 第一是纳粹化 第二是 社会主义 但是后者 社会主义整不了 他们洗抹黑多少年 他们整不了 那就还有一条路 就是纳粹化 要不然老美内部玩不了 老美我跟你说 他要是 要崩之前 老美最后绝对往纳粹化走 你看犹太复国主义就知道了 犹太复国主义比纳粹化都狠 你这个有点过分了 七哥告诉你们 咱就走着瞧 老美想挽救自己 想各方面 老美 必须玩一盘棋 但不一定说 全武装起来 并不一定说像德国那种扩张 因为他内部不报的强项 要不然他就废 资本主义国家 到要内部要崩的时候 不能向外部 不能解决内部 所有问题的时候 想不自曝 其实就这条路 你便以为德国走出来 张小弟 他们都闹闭味 只是他们没经历过 德国一战那个时候 他们都闹闭味 但是那玩不代表他有多强大 因为中俄作战 老美玩不出大花样 整体来看 但是要防止自曝 各个方面容易玩民族话 对 要不然就爆 就这几条路 要玩不起来 就爆 我们说未来防止老美 一个是经济 金融体系的崩盘 对世界的影响 第二个就是他走向极端 老美想自救 他只有这两条路 这是一定的 齐克告诉你们 扩张他是完 中俄作战的话 有中俄在这个地球 还是 一般情况下 大事还是没啥 没啥问题 还是齐克那句话 以俄罗斯最大的资源能源国家 咱们大家的最大的工业国 两家联手横跨欧亚大陆 天下无敌 我甚至把俄罗斯给他推出去 还是我那句话 每西方在伪装自己 就是 伪装让全世界看 我们依然很牛逼 这种伪装容易最后把自己吹爆了 或者说 真相信自己有的实力 能跟咱家较较晚的情况下 容易让给咱家整火了 彻底把他们推平 咱家的实力早就 就不用说了 我都跟这边说多少回了 所以说呢 所以说他们一定要明白一点 他们一定要明白一点 分裂自爆不就是分裂 自爆他就是分裂 王外长天天咳老美 这种事儿吧 倒是很正常 现在我就告诉你 关键老美现在就是 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 以色列跟犹太复国主义 如果他压不住 老美就得亲自上中东干 亲自上中东干 老美就得容易被叫杀 首先以色列把住联合国那个 给叫回家 那意思 以色列不玩了 我就按自个儿走了 完了给美西方下最后通牒 要不然就死给你看了 这个对美国 对拜登团队压力巨大 因为以色列现在属于四面受敌 你这种牵制 以色列谁也打不赢 你这么天天这么整 你妈的经济咋发展呢 啥都整不了 天天揍你这种玩 谁谁受不了 所以说呢 以色列想解套唯一的方式 把昂萨拉下来 打一场地区型的世界大战 能解就解 解不了 俩人同归于尽 犹太 在后边 只有把昂萨集团牵扯些 把大战 犹太才能脱身 犹太资本 要不然就昂萨赢了 把犹太出卖了 要收割一步 现在 就啥呢 我这么说呢 昂萨集团 不敢与中俄一任何一个国家下场 针尖对卖盲的 硬碰硬的来一场战争 那他只能 昂萨跟犹太 他俩只能内斗 就像七哥说的 全世界去美元 不消化你美元了 你美元印你钱 就得回流到美国 你就造成通胀 就是美国外部战略危机 解决不了 那就得转移到他的内部矛盾 内部就是犹太复国主义跟昂萨之间的斗争 要不然你就下场干 你不干 老美就被拴着这种战略困境 老美是必输的 对 现在所有的问题不基于老母 老美的所有震慑 全部 就是老美连脸都不要了 当着全世界面在红海 跟他妈胡赛武装 打个有来有回 甚至有时候被人家胡赛贴脸 给那个阿姨一顿大嘴爸爸 他哪有脸了 他现在 他啥都不要 世界最大流氓 让一个小组织 在一个小海道嘎嘎 就给拴 那块天天就给走 哪有这种事 老美哪有信誉可言呢 哪有任何威慑力 你凭啥当流氓 对啊 所以说 在这种战略形态下 犹太复国主义 已经看清了 拜登团队的无能 或者是 犹太复国主义 对美国的 军事力量 各方面不了解 美国现在战争形态 在哪 二弹后 美国靠着空海空力量 确实是对其他国家 基本上碾压事 但自从导弹 这玩意出来之后 咱家导弹天下无敌 现在伊朗 80后所有都是 而且各种组织 都能得到 你相应的 这些东西 所以说美军下场 海空力量 我们说 打完他 打完胡塞 他就跑 为啥呀 他怕被人 逮着一发导弹 一发入魂的 那他妈可丢老人了 战争形态变了 高超音速 这些东西 老美突破不了 我们说嘛 老美不是不想打仗 也不是不敢 他是最想打仗的 感谢东日 老美现在打仗是怎么样 怎么打仗 七哥告诉你们 最起码得占出 90%的把握 他得干 即使80%的把握 整部好 因为一仗下去 老美 啥都干没了 一旦 被消耗 被演化成这种 老美最后无能为力的话 那啥都完了 如果说老美 现在伪装自己 继续往下拖一阵子 还能强撑一块 毕竟全世界的 他那些大侄子 公之二狗子 小小资本家 还相信老美多么牛逼 所以说呢 让以色列再作一作 抵抗之狐 再对他收紧一点包围 完了 对老美呢 再不断的贴脸输出一下吧 俄军那边打得再狠一点 因为啥 老美牛逼 出一阵年头太多了 给他们很多人脑瓜的思想刚硬定着了 老美这逼样了 不敢下场 但是好多人对局势不了解 还认为老美天下无敌 什么瘦死 骆驼逼马大 老美还能强撑一百年 咱们 害了一百年 谁也追不上 就这些 舆论确实挺困扰 中俄两家的 因为咱们现在都知道老美现在啥形态 但你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所以老美靠着这些 忽加虎为 所以说呢 他为啥不敢跟伊朗干 短期看 老美不是不干 早晚他也得有冲突 特朗普上来 直接就得跟伊朗干 这是 董王他们想的啥 你跟伊朗干 伊朗那个今天没有地球仪 伊朗那个地形图 你在波斯王干 还没等他妈起来呢 伊朗呢 直接高超元素导弹过去了 直接移动大棺材 河东里航母给你搂了 你要在东地东海干 离他妈伊朗太远 你就得贴着叙利亚边那块 航母起飞 得将近一千五百公里 你他妈贴着这个边 作战半径 最后呢 伊朗导弹正好 还是能够着 你整理完了吧 还不行 再说你那些战机 到伊朗境内 伊朗那玩意儿 框框追你 可你战机你也不薄啊 但凡美国航母 能躲在后边 你打不着他 他可以随意用战机轰炸 你老美早干了 我为啥说老美的战机打完胡赛 那直接就跑 跑的比谁都快好 你很怕他妈哪一下子来 来一番还捅一下 那无人机也不是 没捅下了 我说过一句话 老美这些东西把他咋了呢 不是非得老美战败了 才叫霸权倒了 或者是什么的 不是 只要他真正跟这些 有实际的干 中东伊朗这些 主要他的航母 没拦住 没拦截住 挨着 一方 导弹干上去 老美的海空力量的神话 基本上就破了 没拦战 只会欺负小朋友 你说错了 七哥告诉你们 从伊沙和解那一刻 老美在这个地球上 连小朋友欺负不了 咱家的攻防转手 意味着老美谁他都欺负不了 保安站他都不好使 他跟谁干 只要背后有两强在 谁就往死走他 两强不站到这些小国 或者是组织后边 老美能嘚瑟嘚瑟 两强站到后边 他狗袋不是 他当缩头无归的主要原因 现在往脱就这 就这意思 但是你老美还是得 别往下架 都不尝试不行 七哥能评价埃及 埃及那我昨天说了 没看到就拉倒 过去 苏伊士运河 苏伊士运河 我再说一遍吧 埃及那个货币的事 有老美的事 有老美收割的事 但也是借机 怎么事呢 中美